宜蘭太平山知名景點小火車 好久不見旅客蹤影 受三級警戒影響 瘋了好一陣子 但現在點開太平山莊定房網站 卻發現假日幾乎滿房到8月 民眾似乎看到這幾天 降到兩位數的確診數字 開始有了解封的預期心理 7月份才5成 8月份才7成 這個對太平山莊來講 真的沒有發生過 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房間訂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不只太平山莊 點開領務局東赤領館處訂房官網 也可以發現 暑假旅遊勝地的荷歡山 從6月29號一路到7月21號 荷歡山松雪樓訂房 通通客滿滑雪山莊部分房型 也滿額 那屆時我們會配合領務局 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政策來調整意義 如果屆時尚未開放 我們會協助辦全國退費 即便三級警戒已經宣布延長到7月12號 但現在是暑假旅遊旺季 再加上台灣疫情緩降 尤其在全台山區的景點 訂房潮逐漸回溫 像是宜蘭礁溪的民宿飯店 已經有趕7月訂房數回升兩成 屏東墾丁的飯店民宿也有訂單出現 估計7月同樣回溫兩成 不過能不能入住 也得看三級警戒要不要繼續延 不管解不解禁民眾訂房先搶先贏 但就怕解封後人潮爆發引爆大流行 專家中央還是苦口婆心老話一句 台灣防疫目前還沒有鬆懈的本錢 環宇新聞 張家寶 黃雲竹台北報導 請您繼續鎖定環宇新聞網 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 請您再次請您再次請您